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那么今天的节目中间呢,我们依然还是继续杜甫的五言律诗 之前读了一些杜甫跟中军爱国相关的诗词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来看一下杜甫和家中人的感情 咱们看一下书的第175页,这首诗《月夜易舍地》 大家要注意这个字,舍地,舍就是家,舍地呢就是称呼自己的弟弟 舍地就是我的弟弟们的意思 那么诸节里说了,杜甫实际上一共有四个弟弟,分别叫尹官封瞻 那么杜影、杜官、杜丰、杜瞻这四个弟弟,当时只有杜瞻这个人在杜甫的身边 剩下三个弟弟呢,都散落在山东和河南一带 所以杜甫才会写一首诗来怀念他们 那么要注意的是,这首诗的诗人的经历是什么 当时我们上一首诗里头说过了,皇上不喜欢杜甫,把他贬官,做了华州司公参军 那么这个官呢,杜甫内心很伤心 做华州司公参军,到处奔波,要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拼命的走动走动 但实际上呢,这个官又是一个官很小,事很烦的这么一个破职位 于是杜甫做了一年左右,终于忍受不了了 而且对朝廷也比较失望,就辞官了 辞官之后,他就一路向西 因为东边洛阳周围还在打仗 他就一路向西,到了长安的西边 深山中间有一个比较偏僻的这个城市 叫秦州,当时呢 他就跟他的最小的弟弟杜甄一起住在秦州 那当然妻子儿女也在一起 那么在秦州的时候,其实生活呢也非常的困苦 后来杜甫就从秦州,翻山越岭南下 进入了四川,到了成都 这是他人生经历中间的一个大致的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要回忆起在山东河南的几个弟弟呢 因为当时的历史情势是这样的 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 应该主要盘踞在黄河以北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山西、北京啊 这几个地方 然后呢,在前缘二年 就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们带兵南下渡过了黄河 所以洛阳一带都变成了战场 然后呢,跟这个唐朝的军队就开始决战了 所以山东河南这一下全部陷入战争 在陷入战争之后呢 杜甫一想,哎呀,我这几个弟弟正好都在山东和河南 正是交战的地方啊 那不知道他们的安全怎么样 写书信也没有一个回音 于是不得已写了这首诗 来表达一种对亲人的担忧之情 这是我们这首诗的一个写作背景 那咱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内容 注意其中的读音 树谷断人行 边秋一燕生 路从今夜白 月始故相明 有地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寄书常不达 旷乃未休兵 这首诗注意开头树谷断人行 树谷指的就是城楼上打的这个根谷 就古代晚上有这个敲谷的习惯 用敲谷来报时 一根二根三根四根五根 分别都要敲谷报时 然后呢一开始想这个谷 证明晚上一根到了 那这个时候夜里人就不许上大街走路了 这个古代称为叫宵进 所以叫断人行 意思是敲完这第一通谷 人就不许在上街行走了 所以叫树谷断人行 它指出了写诗的时间 然后第二句呢 刚才我念的是边秋一燕声 为什么 因为在咱们后期的这个语文课本中间啊 咱们在选这首诗的时候 用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边秋一燕声 到时候我们在背诵的时候 可能也要背诵边秋一燕声 这个秋边一燕声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太主流的版本 那边秋和秋边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不是秋天的旁边 是什么呢 边指的是边赛 秋指的是秋天啊 所以边秋那就是边赛的秋天 秋边呢 就是秋天的边赛啊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没有必要细究啊 两个都有 但是我们因为课本上将来要求大家背诵的 是边秋一燕声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直接这么背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一燕声呢 就天空中传来一只大燕的声音 哎 这个很奇怪哈 说大燕的叫声就完了 为什么我们还专门点出来 是一只大燕的叫声呢 大家要注意啊 后面注节里也说了 这个一燕其实就是孤独的大燕啊 一只孤燕 孤燕这个意象啊 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指的就是 分离的兄弟 因为燕行或者燕行啊 古人经常拿它来比喻兄弟 因为大燕飞的时候要排成队 就好像兄弟啊 有先有后 有大有小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燕行或者叫燕行被拆散了啊 只剩下一只大燕叫了 说明什么 说明兄弟骨肉已经分离了 所以一燕声 那你想他的声音是高兴啊 还是悲伤啊 应该是一种非常悲伤和凄凉的叫声 这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由这个一燕声 这个凄凉的叫声就引出了怀念之情 所以后面的三四两句就是明句啊 路从今夜白 月是不相鸣 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 大家要标一下 那么实际上啊 这两句是从我们古代南北朝时期的一位大文豪 就是江烟啊 江郎才进的那个江烟啊 在他才还没有进的时候 写过一篇非常快智人口的作品 叫别妇 别就是告别的别 妇呢就是诗词歌妇的妇啊 这是一种文体 别妇开头非常有名 黯然销魂者为别而依 对吧 后面就写了各种各样的离愁别墟 中间有那么四个字 叫明月白露啊 就是天上有个明亮的月亮 时节呢 正好在秋天的白露这个节气左右啊 露水染上了这个枝头 所以这个时候明月白露四个字 就是来渲染离愁别墟的 那杜甫的天才就在于 他读过江烟的别覆啊 引了明月白露这个景儿 但是他又在中间加上了更加曲折的意思 就是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说今天露水就变白了啊 故乡的月亮要更明亮 那为什么今天露水偏偏变白了 为什么不是明天 为什么不是后天呢 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今天我在怀念远方的兄弟 在怀念的时候 哎呀 这个露水仿佛也感染到了我的这种离愁别墟 于是变成了白色 然后月亮呢 啊 现在我看的这个月亮 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如故乡的月亮 那么明亮 所以你看思乡和怀人的感情都有了 而且中间加了无限的曲折和感慨啊 所以这两句就成了明句啊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五六两句就直白的感慨了一下人生 叫有地皆分散 无家问死 各地理 但是呢 中间我们都颠沛流离各自分散 而我的家啊 杜甫的老家在洛阳的郊区 因为安史之乱的乱兵也被破坏了 已经没有老宅子可以再回去了 所以叫无家问死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照应到了第四句的月氏故乡明 虽然月亮是故乡的最明亮 但我已经回不了我的故乡了 然后呢 我的弟弟们 我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呀 记书尝不达 我想给我的兄弟们记封书信 经常送不到 为什么送不到 因为战乱时期啊 兵荒马乱的 送信也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长期到不了书信 然后矿奶未修兵 最后结尾又转进一层 矿奶就是核矿 核矿当时打仗还没有打完 啊 不光是书信记不到 而且呢 而且仗还没打完 当时正在激烈的对决中间 啊 失衡遍野 所以杜甫内心的担忧 又更深了一层 第一层担忧来自于没有故乡 第二层担忧来自于书信记不到 第三层担忧来自于战事 正非常的激烈 所以这里头一层转一层 把这种怀念自己弟弟的感情 写得非常的曲折而深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首诗中间写景与写情之间的关系 前四句全是写景 但景中已经暗含有情 后四句直接抒情 但直接抒情又和前面的景有关系 比如说既书长不达 和断人行之间好像有微妙的关系 因为怎么样交通已经断绝了 所以书信没有办法寄 再比如说一雁生 大雁我们知道有红雁传书的传说 所以他跟这个寄书信之间 也有微妙的联系 然后月氏顾湘明 对吧 路从今夜白和边秋一雁生 又和有地皆分散 又和无家问死生之间 又有一种关联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种借景抒情 景中寒情的手法 在这首诗中间的具体应用 那时间关系呢 我们的这期节目先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